近日收到一個豪宅的求助個案 客人是一個全職的家庭主婦 他看中了一個3000萬的物業 而他的丈夫能夠給到一半的首期 但他沒有入息證明 怎樣能夠批出按揭呢 他誤信了坊間教他的做法 由於他丈夫是做生意 所以就叫丈夫請他做助手 每個月出錢給他 就能夠做到一些入息證明 給銀行那邊審批 但他現在買一個3000萬的物業 安揭乘數五成的話 貸款額也要1500萬 根據銀行計算 其實入息也要超過15萬 才能夠符合到銀行的入息要求 但其實他長期都沒有工作 亦都沒有一些專業資格證明 現在做一個助手 有15萬人工 其實銀行方面都比較難相信 所以按揭遲遲都不能夠批出 他找我們的時候 都感到非常之徬徨 我們了解過他的個案之後 雖然他沒有入息 但發現原來他丈夫 都有不少物業和資產 所以建議他用資產審批 去申請按揭 丈夫作為一個擔保人 最後順利批出一個四成的按揭 年期做到30年 息口就是H加1.3厘 以及有1.2%現金回陣 這個個案有幾點需要注意 用資產審批的話 按揭乘數最多只能夠四成 而且持有資產的總值 必須要高於購買物業的價值 就像這個例子 他要買入一個3000萬的物業 必須要有多過3000萬的資產 才能夠去計算 至於銀行去定義資產 其實就包括了物業、活期和定期存款 股票、債券、基金、車位、保險 都可以計算 不過股董、手錶和珠寶首飾等的收藏品 銀行就不會當是資產 另外大部分銀行都會用 最近三個月的資產平均值去計算 若果大家想清楚了解多些資產審批的計算方法 不妨向專業郵致查詢 就會比較放心